2021年,日本在5月1号首发了Snow Peak的大帐篷 今天呢,我们就决定在家里来开包 因为现在外边的温度实在是太高了 搭完这个帐篷怕人中暑 所以现在我们在空调房内来搭建这个大帐篷 开盲壶 这个应该是它的主撑杆 这一堆杆基本上也就二斤重,很轻 地冰,毛绳,还有骨帐篷应该是工具 但如果我们在这种水泥硬化的地面上就没法用地冰了 所以我们一会儿会用这种大的鹅碗石来压帐篷 味道闻起来没有这种刺鼻的酸味 因为很多这种传统的帐篷打开包装的时候 你会闻到有很浓的这种白醋的味道 现在总共这两个包子打开了 然后我们现在开始准备搭建 看看多长时间都完成了 抖音